谁呢就是来自 这一位也是介绍台湾 不过他是来自日本的男人 高智 松野高智 还有节目团队来到现场了 他今年再度以台湾好吃惊 入围生活风格主持人奖 因为旅游爱上台湾的他 一直留在台湾 向世界介绍台湾的美好 他用日本人的身份 向日语的观众 介绍各种方面的台湾 突破传统观光景点的刻板印象 更展现出台湾社会人文的 多元面貌 风格清新讨喜不会有你 接下来在我身旁的这一位 又来台湾的高智 谢谢 祝你 连续两年可以入围 到生活风格节目主持人奖 自己觉得这个得奖 入围的这个秘诀在哪里呢 秘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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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是秘诀 这个很难耶 我自己是吓一跳 自己吓一跳 因为是我真的是没有想过 就是去年已经入围 这件事情非常吓到 然后就去年结束之后 我应该是不会在入围嘛 然后今年在入围 那我就会吓到耶 你知道台湾有一句话叫做 无欲则刚 越是没有欲望 你得到这个肯定的机会就越大 真的 要不然我们来模拟一下好了 假设我现在 因为听说高智 就是你最厉害的就是演绎那个吃惊的表情 对对有吗 听到有吃到好吃的吃到美食 吃了就就就吓到 びっくりした那种感觉 好好吃了吧 对对对对对 现在模拟一下 好 如果是得奖 好来哦 听我这边是那个思宜 好 现在我们宣布生活风格节目主持人奖 得奖的是黄豪平 我我我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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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好意思弄错了 这个名字看错了 是松野高智松野高智 天哪 真的好吃鲸 是我吗 谢谢 真的好吃鲸 恭喜 恭喜 谢谢 等一下得奖 一定要用这样的活力展现给大家看 好 恭喜入围 谢谢